Hello 各位好 我是Gay三 欢迎来到这一期 AI 人工智能 画画大赏 这题材你不是上次做过了吗 确实我之前已经做过的一期 带大家看这个人工智能绘画的视频了 但那些人工智能并没有画出我想象当中的老婆嘛 漫画里面一看就是女主角的那种美少女 你知道吗 我们来看一 所以这一期我拜托了我一个朋友 他懂这方面嘛 我让他帮我找了几个更加智能的人工智能 从这个图像处理到画形猜物 再到我心心念念的老婆生成器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 今天这期人工智能 到底能不能给我们画出一幅像样的画吧 OK 这给我们给了我四个软件 第一个叫做Penit 这个软件它告诉我 是一个能够猜出我任何画的东西的软件 虽然我还没有打开过 但是我内心还是抱有很大期待的 所以说我们就立刻来打开看一下吧 打开就直接是一个空白的画布 什么都没有 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直接开始画的 那画什么好 如果它什么都可以识别的话 那我如果写一个我自己的名字呢 KSR 它会识别 我找不是吗 这就是你跟我说的 我画什么它都能识别出来 这软件吗 它当然什么都能识别 因为它把我画的所有东西 都变成了阿姆斯特朗 回旋式加速阿姆斯特朗炮啊 什么呢 NEO Armstrong Cyclone Jet Armstrong码 OK 下一个AI呢叫做Vent 对比上一个紫困和阿姆斯特朗炮的AI来说 这个AI可是强太多了 它是一个真真正正能够画出你心目中二次元老婆形象的一个AI 那么最低使用方法呢 就是你可以在屏幕中间看到一大堆词汇啊 你从我点击告诉AI你想要什么 再把你要的东西复刻到左边的白色区域 AI就会帮你算出你心目中的二次元老婆了 哇 真的 我要赶紧试一下 OK 那还是按照我绘画习惯来啊 我习惯先画脸 所以说在左边的这个地方 我先画出一个人脸的大致范围 皮肤嘛 耳朵有额外的选项 所以说这是它的耳朵 这是它的耳朵 告诉AI这里是眼睛 这里是眼睛 哦 原来还这么细的嘛 它是分上嘴唇下嘴唇的 所以说这一块是上嘴唇 这一块是下嘴唇 OK 我大概告诉了一下 哎呀 什么地方该有什么东西 你可以看到这个脸 脖子 衣服 头发的分层 我自己认为是分的非常的好啊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AI 到底会识别出什么样子的风格啊 也不是不能看是吧 它起码是能看的嘛 最比上一期的那个不可名状之物 这一期的我们这个AI画老婆可以说是 大成功了吧 起码像个人样呀 明明我左边都标的清清楚楚了 哪里是眉毛 哪里是眼睛 居然还能计算成这个样子的 主要是这个眼睛有问题 我觉得 如果我把这个头发这个样子遮住的话 会不会好很多 哎 你看 你看嘛 就好很多嘛 是不是 我就说嘛 这个起码还是像个人样的 而且不光是这样 这个软件这里左上角还能变换风格 realize 我这软件的扇子爆将好吗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下面还能换风格 这个呢 哇 真的是引人毛骨悚然你知道吗 这个是人能做出来的东西嘛 好像真不是人啊 是AI做的 这么多电影里面在描写AI毁灭人类 把人类杀死之类的 我看根本就不是把人类给杀死吧 是吓死吧 哇 不管怎么样 我们继续来看 下个AI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子的惊喜 OK 下个AI呢 叫做Tupet 这个跟前面两个自带搞笑属性的AI不太相同 是一个完全致力于工作领域的AI 它能够把模糊的图片变成高清 所以为了测试今天这个叫做Tupet的AI 正好B站最近要我画一个 他们官方手工绘画区的这个头像 然后呢 我也是应着他们的要求 画了一个高清的3000x3000像 像素的这么一个头像 你可以看到就算放的这么大 它还是十分的清楚的 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故意的 在导出的时候 选择200x200像素的低分辨率头像 这样子一来的话 你可以看到导出来的像素基本上是糊的 没有办法看着马赛克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样子一张图 Tupet的AI到底能还原到什么地步吧 实际上我也是第一次用Tupet的AI 在桌面找到我们刚才200x200的图片 然后给它打开 它就开始自己算了是吗 然后直接能在右下角 哇 真的假的 能提升这么多吗 这个画面 虽然说右边还是有很多噪点的 但是这真的已经是很强了好吗 这左边可是一张我故意处理到200x200 非常垃圾像素的一张图 我们点击开始试一下 最终导出来的图是什么样子的 哇 我操 这已经很强了好吗 我再重申一遍 左边可是一张200x200像素的超级低分辨率的图片了 这个真的是两期以来我做了这么多看AI软件里面 这个真的是实用性最高的一个软件了 Ai还是不能小看的呀 我们原来AI现在都已经进步到这种地步了吗 OK 那么这个toupets我们也就先暂时放一边 我们来看今天最后一个软件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吧 OK 那么下一个软件和我们今天介绍的Van 也许是师出同门吧 也是一个让AI画出你心目中画的这么一个软件 只不过各种风格它都可以做到 就比如说我的天这种帅哥 8小时前这个作者画的真的假的 用这个AI就能画出来吗 或者是这种偏游戏插画的 我的天这个东西都能直接拿出当游戏插画了吧 这个真的是用这个AI软件做出来的吗 怎么这个界面跟上一期那个画崩了的AI这么像呢 不会真的是师出同门吗 不管了 我们来试一下 总之我们先来调节一下年龄 龄的话应该就是不大不小 然后稍微往复的减的话应该就是年轻一点 然后这边有个亚洲人选项 如果压到最左边应该就是一个纯纯的欧美脸 红色稍微带点的话会显得有气色一点吧 狠眼睛多帅啊 蓝眼睛生气的也拉门 OK 全部都选好了 是一个男性 比较年轻的 然后长脸 眼睛细长 稍微张开嘴巴 然后留胡子的这么一个帅哥 好吧 我们来看一下电脑运算出来的 是不是能达到我们的要求 好吧 来 跟上一期的那个AI真的是天差地别好吗 我们真的能够通过AI捏出一个符合我们要求的脸 而且这张画面的这个涂抹感 我跟你讲 如果我不知道这个软件 我绝对会认为你是一个大神 画得非常的好 而不会觉得这是一张AI会画出来的东西好吗 真的 现在AI 能做到这种地步吗 能做到这种地步吗 真的 那如果我想要的是一个完全不生气 一个非常快乐的人呢 有种哈利波特那个扮演者 戴尼尔现在长大之后的样子的感觉 哇 再看看他们下面捏的脸 还有这种纯亚洲的这种小鲜肉的脸 或者是这种 哎 你看 很欧美混血感觉的脸 哇 今天后面两个体验的 AI真的是我完全没有想过的强度了 哇 我突然就理解了 现在为什么各大厂商 都开始纷纷搞自家的AI人工智能了 因为如果你可以看到 AI如果真的到一定地步 像我们今天视频后面两个的水准的话 我觉得作为一个生产力 对工作创作来说 真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便利了好吗 我知道现在有些弹幕可能在刷 哇 电脑都能挖这么好 我挖的还没有电脑好 我画的也没有那个电脑好 但是自己想一下 从我们的古代拿出纸笔墨 文房四宝铺好纸开始画 到现在直接拿出一台电脑 手机 平板 我们可以发现 创作门槛相较于以前 真的已经低太多了 会不会真的有一天 创作它不限于平台 甚至不限于任何它诞生的形式 毕竟我画不出这个头像 但是这个头像是存在于我脑海中的 AI能够帮我画出来 就像我这台华硕5位Pro14库瑞版笔记本 这台笔记本采用了 第11代英特尔库瑞i5处理器 它是一个真正的搭载了 一个名为Iris AI的处理器 请和今天这些软件满网页版的AI 你可以想象一个真正的大厂 它开始做AI的话 它会是有多么的恐怖了 那么通过这个AI 像我这种平时绘画 影像视频的工作者 就可以让Iris智能识别一键抠图 家里面可以完成一键横屏转竖屏 然后自动追踪画面的效果 本来需要手动点好几下 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的工作 现在点一次就能完成了 OK说了这么多 这个AI系列的视频也做了两期了 这一期我们总算找到了几个 可以用而且看起来非常强力的AI 那么如果我们单从艺术工作的 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大家觉得有没有可能 AI能够帮助人类完成大部分 至少百分之八十的工作呢 那至少就今天这几个体验的 AI来看的话 我觉得还是有可能的 好吧 毕竟我画不出这个头像 还有像是平时我把这种 横板视频做成 竖板视频的绑关键帧的话 如果我这个样子一动 那么我在PR里面就得自己绑关键帧 是吧 绑关键帧真的就是完全 没有任何意义的体力活 AI就能够帮我们省去这么一大段 复杂浪费时间的操作了 所以综上所述 我个人认为人类终究还是懒的嘛 最后我们一定都会有一个 能够帮助我们干大部分 重复繁杂无趣操作的 AI的 而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些大厂 包括英特尔 开始纷纷做AI芯片的原因了 对吧 OK那么今天这期的看 AI换我话的话 也就先到这里结束啦 如果喜欢这台华硕5A14 Pro酷睿版的话 也可以去华硕的官方取得购买 那么这期就先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的话 长按点赞 一键三连 那我们就下期游戏视频 或生活视频再见咯 拜拜